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第37届金鸡奖提名者表彰 仪式于2024年11月15日在福建厦门举行 此次仪式对获得最佳故事片 最佳男主角 最佳女主角 最佳导演等奖项提名的电影作品和电影人进行了表彰 众多知名人士和获奖者参加了此次活动 其中包括王一博 玛丽 范诚诚等人 王一博身着黑色西装入场 显得帅气有形 她在活动中发表了获奖感言 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幸运 并对金鸡奖 热烈团队以及家人表示感谢 此外 她还与其他获奖者和工作人员进行了互动 展现了良好的职业素养 玛丽凭借其在电影热烈中的表现 获得了最佳女主角提名 并在活动现场受到了大家的祝贺 她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对自己的提名表示感激 范诚诚则以心中视造型亮相 她的出现也为活动增添了亮点 其他参加活动的还有彭玉畅 金巴 王霄 雷佳音等 他们均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业内专家人士夸赞王一博热烈中陈硕的表演 是本色当行有呼吸感 金鸡蒋评伟更称赞她为新近演技派 作为那于唯一有实力出演这部电影的演员王一博 是唯一的陈硕 思以为也是最接近生活最能从中找到自己的电影 我们心里都住着一个陈硕呀 魏梦想拼搏过 青春也热烈过 彭玉畅在金鸡蒋后台的舞蹈是最酷的表演 他跳apt那架势 就像一个超级舞者在秀自己的拿手好戏 太有饭了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的新闻资讯